喂 叶总 你在哪儿啊 这次海上旅行 我有件事情要给你汇报一下 对 那个邮轮方案是我做的 这不是给我抢秘书位置的林不凡吗 哼 敢跟我争 我要你在夜市逮不下去 你过奖了 叶总 您放心 我一定把他做好 林不凡 陆主任 叶总在哪儿呢 他好像在邮轮的贵宾室 帮我把这杯酒给他端过去 好 陆主任 叶总在这儿呢 叶总 原理在这儿啊 啊 哎 李英粉 哎 李英粉 李英粉 你在干什么 你不知道我这衣服 你要穿出去见顾客的吗 对不起 叶总 这里 哎 李外运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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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什么 你挖大挖的 你没事吧 叶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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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踩什么 啊哎哎哎哎哎哎 哎救流氓救流氓救流氓 一种别动别动 李不凡怎么回事 飞子在动 业总 害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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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里 我记得我们的船遭遇了海啸 流露了荒岛 哎 哎 这是什么 我现在用这个笔有什么用啊 这笔 弄画什么呀 哎 哎 这真是画什么有什么呀 这是神笔呀 年轻人 我在这里等你五百年了 今日有缘分 终于等到了你 我把这支神笔赐给你 你就是神笔的继承人 你以后想画什么就有什么 记得以后要积德行善 哎 老同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我竟然捡到了一支神笔 成了神笔门的继承人 那这样的话 我流浪荒岛又怎么样 有了他 我什么也不怕了 救命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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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也和我一样 被冲上岸了 叶总 叶总 你醒醒 叶总 叶总可能枪水了 既然要行善既得 我得赶紧救人啊 叶总 为了救你 我就冒犯了 你个头猫 李不凡 你在干什么 叶总 我是在救你啊 我绝对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 我呸 你什么在救我 你明明就是在占我便宜 赶紧给我滚 叶总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如果刚刚不是我救你 你现在身体都凉了 我不管 你就是占我便宜了 赶紧给我道歉 叶总 我救你 是情善既得 叶总 我们遭遇了海啸 流落了荒岛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看看还有没有人活下来 表姐 你没事啊 吓死我了 云云 太好了 云云 你们没事吧 叶总 能找到你 太好了 这个岛里 就你们两个人吗 你是张欣欣 你不是那个大明星吗 你也在轮船上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云云 你没事吧 表姐 我没事 看到你没事就好 我们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人 估计还有幸存者 咱们再走走 救命啊 救命啊 那不是办公室的路主人吗 救他 业总 我呀 救命啊 坚持住啊 你们坚持住啊 来 抓住 来 慢点 你干嘛 救命啊 陆主人 来 小心点 小心点 小心 小心 哎呀 这不是张家大公子 张云吗 张家大公子 我要是能攀上张家大公子 岂不是攀上了荣华富贵 你们都认识我 没错 我就是张家大公子 哎呀 有张家大公子在这里 我们绝对能出荒岛 你们都别怕 有我张家大公子在 就算都流落荒岛 我也会救你们出去的 哎 哎 哎 张少爷 叶总 有张家大公子在 北市张家 肯定会派支撑飞机 来救我们的 哎 这天色不早了 我们赶紧找一个避难所吧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张大少 我好心提醒你 怎么就不能说话了 我呸 林不凡 你个臭打打的 也配和张少说话吗 赶紧跪下 给张少道歉 要不然你吃不了兜着兜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啊 小白老 你口气挺狂啊 我给你个机会 跪下给我道歉 等救援的到来 我会带你一起走 否则 张云 你真的向外界求救了吗 那是当然 我的保镖只要五分钟见不到我 他就会发出求救信号 咱们很快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你都是我救上来的 这里哪来的什么保镖 哪有什么求救信号啊 你信不了 你怎么再说话 信不信我踹死你啊 哎呀 别吵了别吵了 张少 你真的太厉害了 咱们终于不用在这个鬼地方再待下去了 是啊张少 如果我们真能出了荒岛 我们唐家一定会好好谢谢你的 你们不用跟我客气 我们家直升飞机的位置 大得很 足够你俩做的 不过 某些人要想做的话 可能就费点劲了 张少 就让人玩来之前 你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我皮头又厚 什么都能干 好说 张云 等我出了这个荒岛 叶家 请张家一个人情 白鹿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那直升飞机的位置 就是给你留的 哎呀 你们再聊下去 这天都黑了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找一个住的地方 再找点吃的 要不然 我们根本等不到救援人员到来啊 这里全都是森林 会有狼出没 会把你们吃了 李不凡 放什么狗屁话呢 这狼来了 也是先吃你 这张少和叶总还没说话呢 有你说话的事吗 林不凡 你一个乡下来的乡毛老 你懂什么 我的保镖 个个是野外生存的高手 用得找你指手画脚 我虽然是乡下来的 但是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放狗屁 我看有你才会出事 好了 都别聊了 林不凡说的也没错 现在天色确实不倒了 我们要赶紧找食物 还有睡觉的地方 行 既然白鹿都说了 那我来安排一下 你们仨 去找点吃的 你 不是挺能干吗 去 找个避难所 林不凡 还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去找 这丛林这么大 他自己去 会不会有危险呀 万一这小马老要是死了 那我们人就更少了 我说 大明星 你操的心可真多 林不凡一个大男人 什么事干不了 咱们跟着去 那是累赘 林不凡 你说是不是 你一个人去 更方便吧 张手说的对 林不凡 他能耐大着呢 这么多人 找个大着的地方 没问题吧 是 我一个人方便 一个人 就一个人 我有神机笔 找个避难所 有什么难的 换一个不就得了 小马老 你最好去了 就别活着回来 哈哈哈哈 这个地方不错呀 找个避难所 有什么难的 有了这神机笔 现在就画个帐篷出来 对 这个地方不错呀 我看你 在这个地方不错呀 不错呀 不错呀 可以 就像说 真的 不错呀 不错呀 这不是 这个帐篷不错呀 要是再画个飞机 我不就能出去了吗 哎 怎么没有啊 难道是我功力不够 可能是我功力不够吧 再画个帐篷吧 你们别担心 等我的保镖来了 咱们什么东西都有了 张少 张少 我可是看到你了张少 你怎么弄成这样 其他保镖呢 张少啊 其他人都被狼吃了 幸亏我跑得快 要不然你都见不到我了张少 去 废物 我养你们有什么用 哎 白鲁 你干什么去啊 还得靠自己啊 我去找点吃的 哎 白鲁 白鲁 来来来来 你是吉田王主裁 唐小姐是富家千金 张欣欣是五指不沾洋菜的大明星 你们三个细皮内肉的 怎么能让你们去找吃的 你们就好好坐着 本少给你们找吃的去 走 哎 双双 我也去 表姐 我快渴死了 我们去找点水喝吧 咱们去找水 毕竟大家都挺辛苦 也不容易 咱们去去 行吧 那我也去吧 哎 叶总 你们去哪里找东西了 这林子太大了 我们找了一圈 什么没找到 啊 大小姐们 这狼在哪呢 你们快把我勒死了 臭流氓 臭流氓 和臭流氓 哎大小姐们 是你们先抱着我呀 我们抱你你也不能抱呀 这里好可怕呀 我不去找水吧 你们自己去吧 大欣欣 你自己可不能乱跑 表姐 这里有狼 我们可不能乱跑呀 咱们赶紧走吧 到狼来了 就跑不了了 哎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我在那边 找了一个帐篷 我带你们过去吧 真的假的 林不凡 真的 林不凡 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荒郊野外的 哪来的帐篷啊 就是 你别想骗我们三个女孩子 真的 我没有骗你 就在那边 你们不信的话 我带你们去看看 哼 我张欣欣可是大明星 你可别想对我 动什么威心事 对 我唐教的千金 唐媛媛也不是好骗的 你们几个身材是不错 长得也挺漂亮 可是我林不凡 不是那样的人啊 我 林不凡 你够了 我不管你有什么坏心思 把你的画画肠子收起来 不要有什么非配之相 我告诉你 要不然 等回了北市 立马给我滚出我的公司 我林不凡 从来不说谎 更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要不然这样 我在这里等着 你们自己过去看 那边吵这么多 我们也不敢啊 哎 叶总 你们怎么在这儿 保镖 你来的正好 你快带我们去看看 那边有没有帐篷 好嘞叶总 跟我走 走 叶总 你们看 我没骗你吧 真的有帐篷 哇 表姐 这里真的有住的地方 还这么新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明明我之前 刚刚走过这里 怎么突然冒出帐篷来了 你 你确定吗 你没看花眼吗 叶总 我很确定 这里啊 什么都没有 这个帐篷 突然冒出来的 那你一定是看花眼啊 也对啊 这里是花岛 怎么会有帐篷呢 叶总 我想肯定是以前 有人流落荒岛 他们留下了 妈呀 师父 小姐 你从我身上下来吧 什么啊 你这么便宜啊 是你爬上来的 我呸 明明是你令我这么近 想对我通谋不轨 保镖 你吓了什么呀 不好意思 大小姐 我以为我摸到蛇了 好了 圆圆 先别吵了 咱们先进帐篷吧 放开 哎 这帐篷是真的 我还以为是脏东西变的呢 吓死我了 林不凡 先去把张云他们叫过来吧 好 天哪 居然有帐篷 太给力了吧 张云 我正嘴边让林不凡去找你们呢 这帐篷呀 是林不凡找到的 现在已经收拾干净了 你可以进去看看 林不凡找到的 这么好的东西运吗 不过这晚上肯定了 哎 你去找点柴火 晚上生活 我一个人去找柴火不好吧 这帐篷是我找到的 这找柴火的事 应该是你们的吧 林不凡 你说什么呢 让你去你就去 林不凡 让你去你就去 别给脸不要脸 哪那么多事 你们让我去 我偏不去 臭小子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华彪 给我往死里打 好的 找找 哎 找找 咱们刘洛方的 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助 相互扶持 怎么能够窝里斗呢 白鹿 你替他求情 那就算了 但这个乡目老 最好现在立马去捡柴火 否则 待会儿别想进屋 我找到了帐篷 行什么我不能进 什么叫你找到的帐篷 这帐篷就算你不找到 我们也能找到 你只不过是提前一步而已 相班了啊 我和张少找到了几条死鱼 让你去找柴火 你要是不去 今天别想吃东西 好了 大家都别吵了 大家今天都辛苦了 这样 林不凡 我陪你一起去找柴火 哎 白鹿 你可是公司的总裁 怎么能跟他一起去呢 叶总 你好好休息吧 找柴简单 我很快就能找一大堆的 黎不凡 你小心一点 干嘛 敢忤逆我 跑标 找个机会 把他给我做了 好的走走 哎 大美女 咱今天吃烤鱼 来来来来 烟火烟火 多亏有这神奇笔 要不然 我上哪找柴去啊 不过 这神奇笔画出来的鱼虾 都是死的 也不知道能吃不能吃 我还得去找点吧 是张云让你来的 你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伸手居然这么好 我可没那么好欺负 你回去告诉张云 最好和我 井水不犯河水 否则的话 我对他不会客气的 你给我等着 我去 个废物 你堂堂一个保镖 你连一个洛基小秘书都打不过 我要你有什么用 对不起张少 那个林步凡 他伸手不凡 我意识不慎 他让他溜了 他实在是可恶 居然敢警告你 他实在是太嚣张了张少 什么 这个林步凡 都他妈流落晃倒了 还这么嚣张 等着吧 他对不了几时了 张少 你已经想好办法 对付他了吗 他林步凡再能干又怎么样 今晚所有的人都会住房子里 而房子是咱们的 谁会占他那一头 我告诉你 今晚所有的赤装 都不如给他吃一口 张少 您自己用一秒 起来吧 我去给白鹿烤鱼了 你在外面守着 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 都要给我汇报 好的张少 张云 林步凡怎么还不回来 这鱼都烤熟了 可以吃了 你管他干啥 你刚刚 不也听到狼叫了吗 说不定 他被狼叼走了 哈哈哈哈 张云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我 活得好好的 这次算你走运 下次 你就扛没那么运气好了 是吗 那我等着 行了林步凡 回来就赶紧吃饭吧 这鱼都烤熟了 表姐 这是最后一条鱼了 你赶紧吃了吧 什么 这是最后一条鱼 这吃了怎么这么少 白鹿 你看 我这还有一条 幸好 我烤好了给你留着 要不然 都被他们吃了了 他们几个大男人 出去找了这么久 就找了这么几条鱼 真是 张大明星 你可看好了 这是荒岛 能找这么点吃的 就不错了 可是林步凡 他还什么没有吃 张云 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吗 白鹿 你看 我们都只有这么一条鱼 都不够填毛肚子的 哪还有东西给他吃 我辛苦了那么久 就没给我留口吃的嘛 谁让你来这么晚呢 要吃的 自己找去 林步凡 要吃的 你去找去 我们现在都不够 凭什么给你啊 凭什么给我 就凭这些房子 这些柴 都是我找的 真像 小鹿老 你不过乡下来的一条野狗 伺候大家是你的福气 你想怎么着 没有我 今天晚上你们会流浪荒岛 小鹿老 你就别往脸上贴金了 没了你 我们只会活得更好 你就是一条贱命 你就算饿死了 那也是你的命 张手说的对 饿一顿 还能怎么着呀 你赶紧鬼地圆一顿 别影响我们心情 真是欺人太甚 有有有 小鹿老 他还想动手啊 想打我是吧 来来来来 你动我一个手中的试试 来来来 张宇 你以为我不敢吗 李不凡 张少可是张家的大少爷 动动一个小手指 也能黏死你 实笑着 赶紧给少爷道歉 小鹿老 听到了没有 赶紧跪下 有客师个想通 让我给你客头 做梦 你脸不要脸是吧 滚打 报告 张云 这次就算了吧 李不凡他也不是故意的 白鹿 你就是心太软 像他这种破皮不赖 你打他一顿退老师了 张云 我们大家流落荒的 南多国下来 遇到一起就是缘分 大大杀杀的多暴力呀 哎呀 你们吵来吵去的烦死了 李不凡 今天确实早就吃的有点少 我们大家也就藏了个味而已 现在天还早 要不你再去捞点 在附近能找到什么吃的 林不凡 要不然我把我的鱼给你吧 不行 表姐 你有胃病 不能挨饿 小鹿老 你这么能干 自己找吃的去吧 没关系 我现在还不饿 没事 叶总 你自己吃吧 我有吃的 得了吧 小鹿老 就你这狗样子 你能找到什么吃的 张云 我要是能够找到吃的怎么办 要不这样 我们打个赌 听到没有 给我张大赏打赌 好 你说怎么赌 张少 等等 想想人 都拿那些草 当宝贝 说不定 林不凡找到的 就是那些草 他这是 让你上当的 好啊 你居然给我打马虎眼 我差点上当 你完了 我没有 你别 我当时没看出来啊 他还是个吃草的畜生 来来来来 我脚下的这块草呢 来来来 吃啊 吃啊 李不凡 张少对你多好啊 亲自给你加工的草 赶紧吃吧 吃啊 本上就亲自用脚给你加工食物 这是你的荣幸 吃吃 张云 你太过分 过分又怎么样 我告诉你林不凡 你今天要不跪下吃掉他 你就别想住进房子了 张云 你这可有些过了 来咯 这没你什么事 这乡妈了三番五次的不把我放到眼里 我今天要不教训教训他 他都不知道马王爷举着眼 叶总 你就别多说话了 张少 还有个保镖 万一一生气 不让我们住进房子里 那可就麻烦了 表姐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房子 我可不想再住在外面 林不凡 你赶紧给张少道歉吧 对啊 林不凡 你赶紧给张云道歉啊 你自己不能住房子就算了 你可别连累我们呀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张云 既然是打赌 我肯定不会用草来敷衍你 你们今天吃的是鱼是吧 好 那我们就用鱼来赌 赌鱼 我有什么不敢的 我们刚刚吃了五条鱼 你要想赢的话 你拿出来十条才行 你要是输的话 你要立马下跪 并且不能住进房子里 大云 在天都已经黑了 十条鱼是不是太多了 也就十条鱼而已 不算是 什么老 你好大的口气啊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我给你一小时 怎么样 一小时 十条鱼 估计他一条鱼都找不到 唐小姐 一个小时时间 已经海潮了 林不凡 不是海能干吗 应该没问题 林不凡 是不是 好 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 但是如果我带回来十条鱼 你输了 怎么说 我章鱼会输 如果你赢了 我就给你道歉 好 记住你说过的话 在场的都是人证 你放心 我章鱼说话算话 小马老 还不快去找 你现在只有59分59秒了 不着急 我先把柴火收拾好 林不凡 这柴火我来收拾 你赶紧去呀 是啊林不凡 你再不赶紧去 今晚只能睡外边了 林不凡 你这不就是 直接认输了吗 既然这样 还不赶紧跪下 我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呀 你等着瞧 行吧 你牛逼什么 我倒是来看看 你待会是怎么求饶的 行了 天也不早了 我们赶紧去休息吧 表姐 我身上好痒 我想去河边洗洗澡 对呀对呀 我也想去 好 走吧 咱们去海边 叶白露长得绝色冷艳 唐云云娇贵漂亮 张欣欣美艳动人 都长这么好看 这要都是我的女人 该有多好 哎 张少 这流落荒岛 难得 有三个美女相伴 而且 还一起去洗澡 你 不去保保衍服 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张少 是 是那样的人吗 哎呀 我说的话了 我说的话了 这张少 是人中龙凤 不过就应该左拥右抱 这叶龙和唐小姐 要想在这花岛上生存下去 就得仰仗您 哎呀 她就该是您的女人 哦 你也这么觉得 是的张少 你去看看自己的女人 有什么错吗 你小子不错 等我回到北市 重重有赏 你们都好好看着啊 我也去洗个澡 张少 你慢点 哎 哎 多亏了神机笔 让我划出了渔网 要不然 还真抓不到那么多鱼 就在这里吧 咱们就在这儿洗 叶总 在这里洗 不会有人偷看吧 这里可是荒岛 这里除了我没 还会有谁啊 那行吧 那我们就凑合的洗吧 这个张欣欣和叶白露的 衣服肯定很小 等他们脱完 我就偷过来 张云这是干嘛呢 这个张云 竟然敢偷看叶总洗澡 真是瞎做 不行 我不能让她得胜 张云 这这这 该死的林木凡 怎么是你啊 不好 有人偷看 赶紧上岸 谁 谁在那 哪个我爸他偷看我们洗澡 赶紧滚出来 张云 是你 你偷看我们洗澡 不不不 我我我没有 是是是 是他偷看的 什么 竟然是你 小白露 你竟然偷看我们洗澡 你要死啊 臭男人 不是我 是我看到张云 躲在石头后面偷看的 哎 不小小白露 你怎么别胡说 我明明就是看到你 在这偷看的 你没说 到底是你们谁在偷看 白露 就是这个小白露在偷看 被我发现了 居然还诬陷我 叶总 我可没有偷看呀 我在捉鱼 哪有时间偷看啊 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张云 在这里偷看了 你放屁 叶总 你别让林不凡给骗了 我给张手过正 我没刚来 是是林不凡看的 好啊 你个小霸佬 有胆子偷看 没胆子偷看 是吧 赶紧跟我们道歉 林不凡 我本来以为 你的人品还行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叶总 我救过你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啊 闭嘴 你当初到底是为了救我 还是想占我便宜 你心里最清楚 白露 他这种卑鄙小的 敢做不敢闹 我最透明这种人 让我的将军人打了 我真没有偷看呀 我去抓鱼了 你看这是我抓的鱼啊 我们的约定是 十条鱼 这才多长时间 你能抓到这么多鱼 你非明是找借口 来偷看他们洗澡 你 林不凡 你就赶紧承认 给叶总道歉 要不然回了公司 你的饭碗也不保 没有偷看 林不凡 我们还没开始洗 你就算是偷看 也没有看到什么 你要是个男人 就承认了吧 林不凡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承不承认 不承认 我没有偷看 偷看的 张云 你放你娘的狗屁 还那么准硬是吧 今天不教你教人 就你 还想教训我 你放开我 小白老 你放开我 小白老 你放开我 你那娘的愣着干啥 快上啊 林不凡 你放个大手 保镖 干他 我管事 你一起上 该死的林不凡 你偷袭我 就你们这个小丑 还想对付我 闹住一个 该死的小白老 你居然下死手 你弄得我好痛啊 你们谁不服气 可以再来 住手 林不凡 你就放着他们吧 不以后再打了 叶总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是他们先动手的 林不凡 你把我胳膊弄湿了 我要是有事 张家不会放过你的 张云 我现在把你那条胳膊 也弄舍他 林不凡 你赶紧放了张云 你还想不想说慌倒了 林不凡 你得罪了张云 会连累我们的 你赶紧放了他 张云诬陷我 这件事 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张云 如果你不还我清白 我牛断你的脖子 我说 我说 林不凡 他 他没有偷看 是我诬陷他的 既然不是我 那偷看的人是谁 是我 是我 行了吧 是你行了吧 什么叫是你行了吧 明明就是你偷看的 林不凡够了 当着大家的面 你还想去打成招吗 赶紧把张云放了 叶总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大家都知道谁是小人 你说的话 没人信 行吧 老 想让我表姐相信你的话 拿出证据来呀 证据 这就是证据 这就能证明 我刚刚打鱼回来 哇 好多鱼啊 这里面得有多少条鱼啊 不多不少 正好十条 不可能 这个荒岛 连个工具都没有 你怎么钓了这么多鱼的 小妈老真的钓了十条鱼 真的是十条 林不凡 什么工具都没有 你怎么做到的 别管我怎么做到的 这 能证明我的清白了吧 这么多鱼 我哪有时间偷看呀 这么短的时间内 抓了这么多鱼 他根本没有时间偷看我们呀 我也这么觉得 叶总 我们好像误会他了 林不凡 既然你没有偷看 那偷看我们洗脑的人是谁 小云 你想去哪儿 你干什么 天那么晚了 我回去休息了 你放开我 张云 是你自己承认 不够看叶总洗澡 还是让我帮你说 我说 你看 这里是荒岛 我怕白鲁他们遇到什么危险 我这才留在这里保护他们的 林不凡 你是不是活腻了 张寿可是张家的大少爷 身边美女无数 还有必要偷看吧 这件事情的受害者 是叶总 叶总如果不追究了 我就放 白鲁 你替我说说话 让他放了我 张云 你到底有没有偷看 我 我 我 真没有 表姐 毕竟咱们都流落了荒岛 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林不凡 你放着张云吧 这次谢谢你 还有 我误会你了 很抱歉 没事 我也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 既然道了歉 就算了 好 万事大吉了 那我走了 站住 你还想干什么 张云 你难道忘了 我们的赌约了吗 什么赌约 我忘了 张云 你不是和林不凡打赌 说只要他能抓到十条鱼 就算他赢吗 怎么 我都记得 你就忘了 张云 有那么多人见证 你不会忘了吧 不会 但是 你得说 你这些鱼 是怎么抓到的 对啊对啊 说起这个 我就好奇了 这可是十条鱼啊 林不凡 你是怎么抓到的 我运气好 捡到了海里漂来的 鱼网和鱼篓 里面正好有几条鱼 我就撒了一次网 正好凑够了十条 你这狗屎运 走得也太好了吧 没错 就是我运气好 张云 现在 你该履行赌约了吧 是啊张云 刚刚我们都没吃饱呢 你赶紧道歉 道完歉 我们去烤鱼区 好 抱歉 行了吧 你这个道歉 不诚心啊 谁他妈规定 道歉一定要诚心啊 反正我道完歉了 你还想怎么道 张云 你这个脸皮 真够厚的 行了 都别丑了 这时间也不早了 赶紧把鱼收拾干净 去烤鱼 吃完 好早点休息 走吧 你昨天遇到那个鱼网了 张大明星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这鱼网可是好东西 你可一定要放好啊 你放心吧 我放在大石头后面了 等屑的时候 我们去啊 保镖 有什么方法张少 你刚刚听到了没有 林不凡把鱼网放到一棵大石头后面 你把它找出来 这鱼网 就是咱的了 好了张少 我现在就去 林不凡 这回算你运气好 下次 你就没那么走运了 是吗 那我们拭目以待 表姐 这次真的吃饱了 就这两个帐篷 我们三女 四男 怎么分啊 还怎么分呀 当然是我们三个住大的 他们住小的咯 我可不喜欢住小房间 那行 那咱们三个住大的 你们四个就挤那个小的吧 好 就这么定了 走 咱们也要休息 方云 你们这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你个小毛老满身冲汗 我才不要给你一个房间 滚 林不凡 张手可是张氏集团的大少爷 他不喜欢和太多人住一起 所以 你就不能跟我们住一起 现在就这么一间房 你不让我住进去 那你让我住哪里 你不是小毛老吗 我听说你们乡下人都喜欢睡地上 这样 我睡觉的时候 你又在门口 给我当看门狗 只要把这个门给我看好了 我会发慈悲 那你进来睡一会儿 什么 你把我当看门狗 林不凡 你一个乡八老 让你当个看门狗 是看得起你 你要是不听话 我们就是不要你进去 到时候 你在外边有什么危险 我们可不管你 这可是我找的房子 我能不能进屋 还要征成你们的意见 张云 你可别忘了 我们的赌约里 我赌输了 才不能进屋 难道 你想出尔翻尔 我就想出尔翻尔 我就想不认账 怎么着 好 那你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你还想打人是怎么着 你要不乖乖当狗 别怪我们 也对你不客气 林不凡 实际的 赶紧给张少低筹认错 要不然 你连这看门狗的机会都没有 小毛老 你如果还想睡里面 还想离开这个荒岛 你就赶紧听话 你休想 既然你出尔反尔 那我们就看看 谁的拳头更净 坐手 你在干什么 表姐 我都听到了 张云不让林不凡进屋睡觉 还让他在门口睡地上呢 白鹿 我张云吃的喝的住的都是最好的 让我跟他住一起 我让他在门口开门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是这房子都是黎不凡找到的 你们这样做也太过费了 是啊张云 这都在荒岛了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吗 唐小姐 我们张少已经很将就了 倒是你们三个人 占了这么大一个帐篷 要不然 我们和你们换一下帐篷吧 不行 我可是大明星 本来跟你们两个挤在一起 就够憋屈的了 还要换那小帐篷 我不接受 都流落荒岛了 还摆什么大明星的架子 你要不介意 咱俩一块睡啊 你说什么呢 臭流氓 臭流氓 你们三个女的 我们四个男的 在这荒岛上 能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啊 张云 你不说什么 我有胡说吗 你们三个身材可真好 张云 你真无耻 叶总 你们不用担心 这里有我呢 你们住进去吧 我在门口 这他妈有你什么事 叶总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张云 你别看这里是荒岛 不了坏 香蚂老 我看你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我干了 大叔 有话好不好说 不要动手 白鹿 不可能 这香蚂老屡次不给我面子 这回 我不会放过他 上 想教训我 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杜上 合同啊 救我 哎 你个废物 连香蚂老你再打不过 我让你有什么用 啊 张云 你还想和张欣欣 睡一起吗 如果不服气的话 可以过来问问 香蚂老 你别得意 这房间我不住了 让给你了 让你跟这娘们在一块儿 不行啊张少 你不能认输 你个废物 你给我闭嘴吧 今天 你俩给我开门 不去进我的房间 哎 不行啊张少 我 我去 我 我们赶快进屋吧 别管他们了 林不凡 要不然 你就睡在我们门口吧 哎 谢总 你怎么能不能睡在门口呢 怕一个大男人 万一晚上 我 不会 我相信林不凡 好了 睡吧 我 你他妈 老子在插鱼 你看不到吗 你他妈 他说 你他妈鬼叫什么 老子在插鱼 你看不到吗 哎 张少 你别生气 你看 我把鱼网给拿来了 这样 林不凡没了鱼网 我们 明天不给他吃的 一抱 他对你的不敬 哈哈哈 不错不错 有了鱼网 就相当于有了源源不断的食物 这样 不止林不凡 其他人 都得养到我 哈哈哈 张少 有了鱼网 我们就有了吃的 这样 但是叶总也会向你投怀送报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喂 小巴佬 你又要去抓鱼吗 这不要退潮了吗 我去看看 有没有新鲜的海货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走吧 小巴佬 又去抓鱼啊 你连鱼网都没有 你抓什么鱼啊 你看 本上也有 到时候 咱就看谁抓的鱼多 张云 你哪来的鱼网啊 这是我们捡来的 什么捡来的 明明就是偷的我的鱼网 林不凡 这是我们捡的鱼网 就是我们的 偷别人的东西 你们真是无耻人的 哎 不是 小巴佬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你信不信我冲你 林不凡 你敢污蔑张手 赶紧的给张手道歉 道歉 你们偷了我的东西 还让我道歉 你们脑子进水了吧 小巴佬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信不信我打死你 赵少 时间不早了 咱就抓鱼了 抓到了鱼 咱不给它吃 饿死它 小巴佬 要不是我今天没时间 我肯定不会轻饶你 不过 你要是跪下 给我磕头的话 或许我心情好了 会赏你一口吃的 李不凡 没了鱼网 抓不到吃的 我劝你 还是跪下来 磕头认错 要不然到时候饿死 我们也不管你 我不稀罕 鱼网 你拿走就拿走吧 没有鱼网 我照样能够捉到鱼 小巴佬 天天还挺厚 我等着你来求我 小巴佬 小巴佬 鱼网都没了 我去找我姐了 有神机比在手 我要多少鱼网 就有多少鱼网 还怕你偷我 了姐 我们都出来这么久了 什么吃的都没找到 这可怎么办啊 叶月总 我们现在又累又饿 再这样下去了 我们会被饿死了 你快想想办法呀 你们 你们再忍一忍 说不定林不凡 能找到食物 香巴佬 他的鱼网都被张云给拿走了 说不论 张云能带回来食物呢 哈哈哈哈 看来 抓了多少鱼 哇 好多鱼啊 张少 你可太厉害了 找了这么多吃的 不像我们 出来这么久 一口吃的都没找到 什么 你们 一点东西没找到 那里有狼 不能去 我们只去了海边 不过 没有找到吃的 但是 找到了这么多淡水 张少 幸亏你今天找了这么多吃的 不然我们就断粮了 我们都快饿死了 你赶快把鱼拿出来烤了吃了吧 哎 等会 虽然抓了不少鱼 但也不能 你都去吃完 就是啊张少 这 这留一半 万一明天抓不到鱼怎么办 明天吃了留的 张少 那如果留一半的话 我们只能尝尝味 根本吃不饱呀 谁说给你们吃了 我们借口抓的鱼 我们要吃饱 给你们吃了 我们吃什么 张云 你们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啊 张云 你不会想吃毒食 一点都不分给我们吧 云云 谢谢 你们别急嘛 我可没说 一点不分给你们 但是你们看 你们一点东西没找到 这鱼 全是我们找的 这 白给你们 不大合适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给我们吃的 亲爱的白鹿 其实你这么聪明 难道还猜不出来我的意思吗 很简单 只要你们 陪我睡一觉 嘿嘿 这些东西随你们吃 吃个饱 什么 张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张云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一顿吃的就想让我们陪你睡觉 我可是大明星 你让我喂了一口吃的 跟你睡觉 你还真敢想啊你 行 既然你们这么不吃好歹 那你们自己找吃的去 我说叶总 在这鸟不拉屎的荒岛 你们不吃东西 能等到救援的到来吗 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弱女子 张少人也养你们 你们应该敢 想在这个荒岛上活下去 谢谢 约约 白鹿 你们只能依靠我 否则 你们只能等死 不配 张云我告诉你 我们就算是饿死 也不会答应你的无力要求 张云 趁人之危 你真恶心 好 我恶心是吧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我也没必要 跟你们玩你情我愿的戏码 保镖帮了他们 等我尝尝天堂 也给你们尝尝心 谢谢张少 等等张云 你疯了吗 你要是敢断我们一根手指头 等出来这荒岛 你想想 你们张家 能承受得了叶家和唐家 对你们的报复吗 对你们的报复吗 就是张云 我告诉你 你们张氏在北市再怎么支手 这天 也不能同时对抗我们唐氏和叶氏 对 我可是大明星 你们要敢动手 我公司给你们不死不休 我好怕 等我睡了你们 你们要是敢对张家和我不利 我就把你们陪睡的事 到处宣扬 我劝你们 还是乖乖的从了我 否则 没你们的好果子吃 张云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既然你们不乖乖听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黄妖 把他们 住手 张云 你想干什么 这个废物怎么回来了 叶总 林不凡 你总算回来了 张云他仗着他有食物 想让我们陪睡 我们都不同意 他就想强来 什么 张云 别以为这里是荒岛 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想吧 老 我劝你少管闲事 我要是偏要管呢 什么招死 张授 张授 我们打不过李不凡 要不 我们拉拢他 要是要他坏了你的好事 那就不好了 李不凡 我看你两手空空 一定是没找到什么吃的吧 这样 你当我的小弟 跟我吃香的哈辣 包括他们 那么玩玩 你也可以尝尝些 张云 卑鄙无耻 林不凡 张云一直看不上你 还屡次陷害你 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话 你要是真听了他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下场也会很惨的 林不凡 只要你跟了我不仅能吃香的哈辣的还能左拥右抱 等出了矿脑你来张授 我给你胜质加签林不凡 你看张授多有诚意 这三个可是绝世大美女 赶紧答应了吧 要是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地儿了 不用 这种事 不需要考虑 林不凡 你不会是想答应张云吧 这还用问吗 你看这个香巴佬这个样子 一看何张云就是一路货色 林不凡 没想到你也是这种人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是 我说过 有我在 我是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这次 林不凡 你这次战队很失趣吗 我保证 你跟了我之后 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林不凡 既然你答应张授了 赶紧帮我们把他们逮住吧 等等 我答应你们了吗 像你们这种小人 休想让我和你们同流合污 像吧 老 你他妈别不是台阵 林不凡 你疯了吧 你已经答应张授了 等待你的 可是荣荒富贵 我不稀罕 今天有我在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们 林不凡 是我错怪你了 林不凡 你真算 林不凡 你的选择没有错 等我们回了城市 我们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 不用 我说了 有我在 你们不会出事的 都这么给我闭嘴 小猫老 我跟你脸了是吧 好 你敢坏我的好事 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 我不要 你俩给我弄死他 好 不自量力 就你们这种闹肿的样子 还敢作恶 该死了 小猫老 我给你拼了 就你这窝囊样还跟我拼 你配吗 他他他他他 放开 你他妈窝囊肺 我放开 我说断了 你这个窝囊肺啊 不放 放开 放开 放你也行 但是你还敢规予 叶总他们吗 不敢 不敢了 不敢了 我手快断了 你放开我啊 你总是出尔反尔 你这话 根本不信 今天 我废了你一只手 张叔 好好好 该死了李牧凡 你他妈敢废我的手 你等着你死定了 看来你还是死性不改呀 我要废了你另外一只手 别别别别 我我改了 我改了 知道悔改了 如果你知道错的话 赶紧给叶总道歉 叶小姐 唐小姐 张小姐 我给你们道歉 我今天不该起欢心 你们快求求林牧凡 放了我吧 叶总 张少的背后 可是张氏集团 张少要是出了事 张家 不会善罢甘休啊 表姐 这家伙说的也有道理 刚才林不凡 已经教训过他 费了他的手 也给我们讨无了公道 如果一事 不如少一事 要不就放了张云吧 是啊是啊 你们背后都有家族 你们不怕 我只是个明星 我可得罪不起他 既然张云 都已经道歉了 这次就算了吧 林不凡 放了张云吧 经过这次教训 他应该不敢再动心思了 对对对 我已经深刻反省知错了 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既然叶总都原谅了他 那这次就算了 不过张云 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 我们走 等等 你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除了道歉 还得给我们赔礼 对对对 今天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找到 你得给我们鱼 张云 我们也不会要你抓着全部的鱼 但至少要给我们一半 这不过分吧 不行 我已经道歉了 况且 这手也被你们废了 还想要我的鱼 想吃 自己装 就是 林不凡 不是还能干吗 肯定能找到吃的 想吃 找他要去 那你们就把 偷了林不凡的鱼网还给我们 我们什么时候偷你鱼网了 这是我们捡的 就是我们的 唐小姐 这鱼网 还没写林不凡的名字 林不凡不是运气还好吗 小药 再要他给你捡一个 这鱼网是没写我的名字 但是你们不把鱼网交给我修补 过不了多久 它就会烂成一团 根本网不到鱼 到时候 我看你们还能得以多久 这鱼网是神机笔在沙子上画出来的 所以鱼网 很快就会失效不能用 必须要神机笔 才能修补 哈哈哈哈 小白老 你说什么胡话呢 这鱼网这么新 用个十几年不是问题 还过几天就烂掉 就算是烂掉 你们也别想用 好啊 既然你不信 那我们明天等着看好 张云 我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必须又用鱼网才能抓到鱼 怎样 这个鱼网我们也不要 你借给我们东西吧 不行 你们吃没吃东西关我什么事 你们废我一只手 还想要鱼网 你想的没 张云 明明是你自己心怀不轨 怎么还怪起林不凡 费了你的手啊 张少 难道你不想要另外一只手了吗 行了 你们先别说了 张云 你到底想怎么样 才可以把鱼网借给我们 刚才林不凡这么对我 我当然要讨点公道回来 他跪下 给我磕头道歉 磕到我满意为止 我就把鱼网借给你买 怎么样 很公平 张云 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想羞辱林不凡不说 还想挑拨林不凡 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告诉你 你想的没 张云 我们才不会 最由你摆布 张云 换个条件 不换 我今天把话撂着 他林不凡不给我磕头道歉 这鱼网 你们休想借头 我倒是要看看 没有鱼网 在这荒岛上 你们能坚持几天 我说叶总 你们何必 跟张少过不去 没有鱼网 找不到吃的 你们能活几天呀 只是要林不凡 磕个头而已 对于你们活命 哪个重要 你们自己想想吧 表姐 他们说的对 我们在这荒岛上 找不到吃的 真的会被饿死 咱们还得回去呢 可不能被饿死呀 对啊 叶总 我也不想死 反正就是让林不凡磕头而已 比起我们的命 这不算什么 就那么磕头吧 不行 你们忘了张云什么德行了吗 如果我们就让林不凡磕头 他如果生气了 不再保护我们 或者给了张云 我们可就危险了 可是 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被饿死呀 林不凡 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饿 我们不能就这么饿死 在那荒岛上吧 你就帮人帮到地 给张云磕个头吧 我要是不愿意呢 林不凡 难道你又忍心 看我们被饿死吗 林不凡 只要你继续帮我们 等出了这荒岛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对对对 我有钱 叶总跟唐小姐 更是有权有势 只要你能让我们安全回北市 到时候 你要钱 要权力 包括美女 你要什么有什么 商量好了没有 我只给你们一分钟 一分钟过后 就算你们全部跪下来 我也不会再见了 倒计时开始 59秒 58秒 57秒 林不凡 你赶紧给张云跪下吧 就是 我们就快要被饿死了 时间快到了 你快点跪啊 57秒 林不凡 算我们求你了 你就给他们跪下吧 45秒 别说了 我林不凡 绝对不会下跪道歉 倒计时 15秒 14秒 13秒 倒计时 10 9 8 7 林不凡 难道你要逼死我们吗 跪下 叶总 我说了 如果我在 你们不会有事的 相信 林不凡 你今天不也是空手而归 没找到食物吗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信你呀 3 2 1 时间到 等等等等 林不凡 他同意跪下 客头道歉 我 不好意思 时间到了 已经晚了 就算是你们全部跪下来 求我 我也不会 借给你们 张云 云王你不借给我们就算了 但是你抓来的鱼 卖给我们一半 对啊张云 你抓那么多鱼 你卖给我们一些 价格随你开 哈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在这荒岛上 全是最无用的东西 想要吃鱼是吧 你们 谁陪我睡一觉 我就给谁一条鱼 怎么样 公平吧 张少最公平了 叶总 你们就从了他吧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对 我们就算是饿死 也不会出卖自己 让云你死心吧 行 那可以啊 你们就等死吧 哎呀 你们这是何必 留在青山费 不怕没柴烧 死了 可什么都没有了 林不凡 这都怪你 这可怎么办啊 林不凡 你害人情 都是你害的 现在我们都在这等死了 我 林不凡 你为了所谓的颜面 眼睁睁的看着大家被饿死吗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有我在 我们不会有事的 相信我 我们更不会饿死 什么了 还在那大言不惭呢 你以为你的运气 还能像之前那么好 还能找到鱼网 就算没有鱼网 我也能够捉到鱼 找到吃的 我呸 林不凡 既然你说 抓鱼找吃的这么容易 今天一天 你找到的吃的在哪里啊 拿出来跟我们瞧瞧啊 那我要拿出来了 怎么办 有神机饼在手 我什么时候找不到 哟哼 乡巴佬 你这是又想跟我赌啊 你敢和我赌 我有什么不敢的 张少 万一他真的拿得出来 怎么办 不可能 你看 两手空空的 什么都没有 鱼网在我们这里 他一个乡巴佬 能有什么本事找到吃的 张少 你放心 给他赌 好呀 小马老 赌就赌 如果今天你能拿出吃的 而且比我们的多一倍 那我们今天抓的鱼 全归你 要是你拿不出来 你自费双腿 而且啊 不能再管闲事 可以 但是如果你们输了 就不能再骚扰叶总他们了 等你赢了再说吧 我给你半小时时间 不用半个小时 十分钟就够了 小马老 你这是在自寻死路你知道吗 好 十分钟 就十分钟 我看你怎么平白变出食物来 我等着你哭着求我 林不凡 你怎么能答应这种赌约呢 你要是被废了 谁保护我们呀 就是 答应这种赌约 你真是疯啊 林不凡 你实话告诉我们 你真的找到吃的了吗 等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走 我们走 林不凡 叶总 你们先回去吧 我也不知道 林不凡 你就自费双腿求饶吧 你找的食物在哪里呀 你要是求饶 说不定张少 心情好 还留着你 不被狼吃了 那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你们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 天哪 这么多吃的 有水果 还有鸡蛋呢 真的好多食物 林不凡 你在多从哪找的 我早就弄到吃的了 只不过 弄的食物太多 拿不了 这才空手回来的 不可能 这荒岛上 怎么可能有水果和鸡蛋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这荒岛上有森林 我去里面摘的 这鸡蛋 也是野山鸡下 你们不敢进山 怎么知道没有 真好吃 我们不用被饿死了 林不凡 你可真厉害 张员 我找到的食物 正好比你多了一倍 这赌约 我赢了 你只不过香蚤 碰上死厚子 运气好而已 哎 张员 明明是你记不如人 反正你赌约输了 赶紧把你的鱼给我们 你们都找到这么多吃的了 够你们吃好几天了 还想要我们的鱼啊 不给 张员 你可真有意思 出尔反尔就算了 脸皮货还赌不起 怎么会有你这种人 在这荒岛上求生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我们走 站住 张员 你不想要另外一只手 难道 你们正想赶尽杀绝 别忘了 现在你们是有食物 但是过两天呢 你们吃完了呢 你们能保证 还能这么好的运气 再找找足够的食物 张员 不是你先要赶尽杀绝的吗 好 你不给我们鱼可以 你把鱼网还给我们 你想的没 张员 鱼网我们可以不要 但是 如果那家约的话 小心我费了你另外一只手 张员 我们打不过 要不鱼就捡它吧 张员 要不我们给它一半吧 我们忍不起 你的手势不好 就麻烦了 想吧 老 这鱼 只能分你一半 否则 我们与死往破 叶总 分一半 你看可以吗 好 一半就一半吧 反正现在我们吃的多 没有必要 把它惹急了 既然叶总都说了 那就给一半吧 小马老 你给我等着 此仇必报 愣着干什么 走啊 慢走不送啊 林不凡 让你下跪的事情 是我没不对 在这里我向你道歉 另外 还要谢谢你的帮忙 林不凡 你放心 以后我唐家会报答你的 林不凡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恩情 叶总 我说过 有我在 你们不会有事的 我说话算话 林不凡 谢谢你 你不生气就好 叶总 就算没有鱼网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食物 况且 张云他们的鱼网 很快就会烂掉 不能用 你什么意思啊 之前就说 他们的鱼网会烂掉 明明 他们的鱼网看起来那么牢固 你们 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该死的想法了 为什么每次都这么走远啊 气死我了 张少 你别生气了 他林不凡再能 不可能天天能找到吃的 你别忘了 我们有鱼网 早晚有一天 他会来求咱的 说的没错 咱们就等他来求咱们 张少 大事不好 咱们放个好好的鱼网 鱼网 腊成这样了 怎么可能 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保镖 你知道你欺骗我的下场吗 张少 我怎么敢骗您啊 你看看 现在已经腊成这样完全不能用了 天哪 怎么会是这样 刚才还是好好的 现在 真的不能用了 这他妈 是不是瞎么啦干的 肯定是 要不然 他怎么知道鱼网会破 保镖 你干什么事的 你就没发现 林不凡的狗破坏吗 张少 没人碰鱼网 真的 我一直在地上的鱼网 他就自己变破了 跟他妈见鬼了一样 呸 少拿这种事乎 一定是那个香猫啦干的 一定得让他付出代价 这口气 我咽不下 张少 你想怎么做 林不凡不是很厉害吗 找吃的 我们没有吃的 那就把他的食物偷过来 要是偷不回来 咱们没得吃 那他们也别想吃 都给我一把火烧了 好的张少 我马上去吧 林不凡 咱们总之瞧 不好了不好了 我们的食物被烧毁了 表姐 我们的食物都被烧没了 什么 不可能 我刚刚看还好好的呢 怎么可能烧没了 表妹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你没有开玩笑吧 表姐 千真万确啊 我怕有人来偷 特地藏得很隐蔽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草丛就起火了 连带着我们的食物 都被烧没了 哎 你们在说什么呢 看 我抓了几条鱼 林不凡 你终于回来了 草丛突然失火 把我们吃的都给烧没了 林不凡回来了 欣欣 走 咱们先上去 什么 这个天气 怎么会突然失火呀 完了完了 每来这两天 咱们就没走了怎么失火 现在全粮也没了 那咱们吃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呀 表姐 这可怎么办呀 林不凡 这场火太奇怪了 把我们的腿粮都烧没了 关键是 我们现在没有了腿粮 我们吃什么 对了 你出去一趟 找到什么吃的了 不用担心 我这次找了很多吃的回来 足够我们吃两天 这么多鱼啊 你没有鱼王 你是怎么捉这么多鱼的 当然是神机笔帮忙了 刚才啊 遇到退潮 很多的鱼 没来得及回去 被我给抓来了 林不凡 你运气可真好 我感觉跟你在一起 完全不用担心 会被饿死 你这是干什么 男女说说不清啊 行了 张欣欣 别闹了 让林不凡 先去处理鱼吧 好吧 林不凡 我要喝鱼汤 你要跟我做 不 真该死的林不凡 明明这一切 都是我该享受的 张少 你别生气 海外这些 都是我们的 最主要的把食物拿到 我们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让你他妈先偷再烧 你他妈一把火烧了 咱们吃什么啊 张少 你先弄啊 张少 张少 你看 黄云云提的鱼肉 上这边来了 快 他娘子把鱼给我抢过来 好好 好的 站住 站住 把你们的鱼肉全部给我 想抢我们的鱼 是不是张鱼派你过来的 是要我派他来的又怎样 黄云云 识笑点赶紧交出鱼 否则 别怪我不怜乡心欲 这是我们的鱼 凭什么给你呀 张鱼 你们不是有鱼网吗 怎么还卑鄙无耻 抢我们的吃的 呸 装什么装 要不是你俩让乡巴佬 毁了我们的鱼网 我们能抓到鱼 还饿了这么久 张少 跟他们说这么多干什么 直接抢就是 等等 我们什么时候 让林步凡毁了你们的鱼网啊 你们不要污蔑我们 就是就是 肯定是你们自己弄坏的 还来怪我们 真不要脸 你们不成呀 也没关系 该挥我们的欲望 吃的就有你们赔偿 上 你拿来吧你 不是 还给我呀 站住 不许等 去 老子抢他的东西 那就是我的 还给你们 想得美 走 还有 要怪 就怪那个林步凡 我告诉你们 你们每一次的食物我们都要抢一次 走 站住 你们在干什么 林步凡 你终于来了 张云他们抢走了我们的鱼网 他们还污蔑我们 说你弄坏了他们的鱼网 以后见我们一次就抢我们一次 什么 张云 这才几天没见 你就变得这么无耻了 鱼网为什么会破 这是你们自作自受 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手脚 想用这个理由来抢我们的东西 休想 你还狡辩呢 不是你们是谁啊 反正我画料杖 借你们一次 抢你们一次 林步凡 以后最好主动给我们送吃的 否则 一口都吃不上 你们也太过分了 别以为在荒岛 你们就可以无法无天 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张云 如果你还想要你另外一只手的话 我劝你 最好别惹我们 赶紧把鱼网还回来 哈哈哈哈 小巴佬 你好大的口气啊 你以为我会受你的威胁啊 我告诉你 我昨天已经把最后一颗信号弹发出去了 救援的人马上就来 等出了荒岛 你就玩完了 要是真能出荒岛 林步凡 你别怕 唐家和叶家都会护着你的 还有我公司也是 不是吧 你们也想出荒岛 我告诉你们 我发的信号弹是给我们家族的 来救我们的只会是我们张家的人 不可能 张云 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再说了 上次你就说发了信号弹 怎么到现在救援人员都没来呢 对啊 这次你就确定救援会来吗 上 上次没接收到 这次肯定接收到了 反正啊 救援人员来了 我就等着你们求我 每一次 林步凡 赶紧跪下道歉 列写承诺 每一次的事物都要上交 否则 你们不但玩玩 也休想离开荒岛 是吗 那就等救援的人员来了再说 现在 赶紧把我们的鱼还给我们 张云 原来你们在这 我刚刚检查了烧焦的食物 明显是有人故意烧焦的 你说 是不是你们干的 好啊 张云 你们烧焦了我们的食物 现在又来抢我们的鱼 真是太卑鄙了 什么 原来我们的食物是被你们烧掉的 是我们烧的又怎样 我们的鱼网被你们弄坏了 我们没吃的 我们也别想好过 什么 张云 真的是你们干的 你们污蔑我们不说 还过来抢我们吃的 你们实在太不费了 张云 你实在太恶毒了 今天 悲喜把鱼还给我们 行行 随便你们怎么说 反正鱼在我们手里 那就是我们的 哎 哎 你干什么 你还要打我们不说 对付你们这种人 我看不动手不行了 刀 我一起上 你还干什么 你 你 你 好的 我的 超小孩 你放给我 林不凡 这次千万别犯过他 就是他这么坏 还是费了他另一只手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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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你们已经拿走了 你们不能动我了 我告诉你们 救援人员马上就要到了 你要敢动我 我不会带你们走的 李不凡 算了吧 鱼拿回来就行了 等回了北市 再找他好好算账 表姐说的对 对啊 就算了吧 赶紧滚 张叔 林莫乏 你等着 此冲必报 我那么饿死了 我当然是的 好了张叔 我们现在去就跟你走 张叔 你别生气 张叔 张叔 你别生气 你个乖 我看见你又烦 张叔 我们对付不了 那个林莫乏 还对付不了 那几个弱女怎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 林不凡 总不能 一直给她们三个女人吧 只要她们落单 岂不是 另有我们百步 有个道理 到时候 生米煮成熟饭 他林不凡就算来了 要晚了 这盖死的荒荡 什么都没有 现在我衣服脏兮兮的 都没有换的 我房间里还有一套干净的 你拿去穿吧 叶总 你真好 你们不用管我 我自己回去就行 我们生气了火队 长期歌 哎 不行 我还得上个厕所了 太太美了 你想干什么张云 干什么 我张云还没成过大明星的姿势呢 你要是实相的话 就乖乖的服侍我 你个臭流氓 你赶快给我出去 出去 那你等我想完了 张云 张大明星 你最后乖乖的听话 要不然别怪我们动促 我赔 张云你做梦 我告诉你们 李不凡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到时候让你们吃不了都得走 我好害怕哦 等他们回来 你早就是我的女人了 张云 我告诉你 你要敢动我一根手指套 你一定会后悔的 后悔 我张云从不后悔 给我按住他 等我爽完了 也让你尝尝些 好了张云 你们别怪 李不凡 叶泽快来救我 救我 使劲救 我看这里 谁能救你 你越叫 我越兴奋 卑鄙 下流 我吃 这腿 可真白 张星星 你就跟了我吧 你做了我的女人 即使在这荒岛上 你也能吃香的 张云 我告诉你 你敢欺负我 我要死你 该死了 臭娘们 你敢咬我 他妈不愿意 我只能迎来了 张云 你不能这样 我可是大明星 你不能这样对我 大明星怎么样 大明星我很喜欢 张云 你娘的 张云 你个畜生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林不凡 该死的 林不凡 他又坏我的好事 林不凡 你终于来了 他这么欺负我 你一定要 替我好好教你 救你的 好为公道 白鹿 别害怕 林不凡 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对 我说过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该死的 林不凡 你他妈把我头发拽掉了 给我上 弄死他 就你这弱不垃圾的样 还想废了我 我废了你们差不多 这畜生 还不知道悔改 欺负一个弱女子 今天 我废了你 该死的相不老 你他们胳膊断了 林不凡 你太羞肇了 你敢动招 少爷 闭嘴 我吃里爬外的东西 跟着张云这个畜生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 你不要全部理解 我们夜市 不会要你这种畜生东西 从今天开始 你被开除了 不 不要 我少要老 夏恶雄 我拿什么要家 你和张云一起 为非作歹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是这种下场 你怕什么 他不要你 我们张司警官要你 张云 看来我使的力气 还是不够大呀 你都这个样了 还管闲事 林不凡 看样子 你应该把他的腿 一块废了 夜总 好厨艺 哎 哎 别别别 张新燕 我给你开玩笑的 你快让他住手啊 开玩笑 我呸 你刚才那样对我 你当大家都是瞎子吗 林不凡 你给我好好教训他 好 哎 等等 等等 张新燕 我要说了事 我们张家不会放过你的 张家 你以为你们张家很了不起吗 张新兴由我夜市相互 对 还有我们唐家 你们张家再厉害 能对付得了我们两家吗 唐媛媛 叶白露 没有我们张氏集团的合作 你们两家 也会损失不少合作吧 两败俱伤的场景 你们不希望看到吧 你还敢威胁人啊 看来不彻底废掉你的手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做的孽 等等 林不凡 公道已经替我讨回来了 这次就算了吧 张新兴 他这么过分的对你 这次要是不好好教训他 他一定会不长记性 是啊 张新兴 你别怕 我们唐家和夜市 能护得住你的 唐小姐 夜总 我相信你们 但是我只是个明星而已 不值得你们两家 为我这么做 这次 他已经被教训过了 就算了吧 既然 张小姐仁慈 这次 我就放了 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 我绝不饶你 算你们实相 不过等着 咱们没完 你还敢嘴硬 不不不 开玩笑 开玩笑 你就不能让我过过嘴硬吗 你那么小心眼 谁知道你会不会有什么花花肠子 反正今天就得罪你了 我还是要废了你 放开张授 我掐死他 放开我 叶总 抽保镖 快放了叶总 表姐 张云 你快让这个抽保镖放了 我表姐 臭乞丐 来呀 来呀 我看是你的手快 还是我的保镖手快 敢死的张云 赶紧放了我表姐 我表姐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唐家和夜市 不会放过你的 我怕你啊 大不了鱼丝网破 等等 张云 我们万事好商量 我跟你有什么好商量呢 张云 你说吧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放了我表姐 想让我放了他 很简单 我要他 自费双手 听到了吗 林不凡 赶紧跪下 开头 不行 林不凡 你不能自费双手 如果你费了双手 这会让他们更加欺负我们 闭嘴 小猫老 你要再不跪下自费双手啊 别怪我 掐死他 用力 唐小姐 叶总的命 还抵不过林不凡的面子 和双手吗 赶紧 要林不凡下跪吧 住手 不准伤害我表姐 只要我表姐没事 以后我们还是有机会讨回公道的 对啊 林不凡 你快跪下啊 难道你要看到叶总去死吗 好 我跪 张云 你先让保镖 放叶总 不行 你必须先跪下 然后自费双手 我才能放他 我耐心有限 三 二 一 林不凡 时间来不及了 我给你跪下 你赶紧跪下 救我表姐吧 是啊 林不凡 你不是说有你在 不会让我们出事吗 现在叶总有危险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跪下呀 好 贵 叶总 没事吧 我没事 注意保镖 他们还想抓其他人 张云 我这一次 绝对不让你 我差 你可该死的 行不老 痛死我了 刚刚让你们找到了可乘之机 你以为现在我还会大意 让你们再次威胁我吗 林不凡 他们想掐死我表姐 千万不要放过他们 对 这次一定要废了他 这次一定要废了他 燃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今天必须废了你 张云 给我站在那里 啥子才不跑 你给我当仗 一群怂包 林不凡 谢谢你帮我讨回公道 林不凡 也谢谢你救了我 我说过 有我在 你们不会出事的 这话 一直有效 吓死我了 表姐 幸亏你没事 林不凡 你刚刚 真的好男人呢 你们没事就好 既然没事就好了 咱们赶紧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 还要去找吃的呢 好 表姐 你看咱的床 都让他们给踩乱了 咱们赶紧收拾收拾 该死的林不凡 三番两次的坏我的好事 这口气我咽不下 必须得让他后悔 答罪老子 张少 你是有什么好主意了吗 张少 张少 我刚才偷听到 他们说明天一早 要出去找吃的 好 这天阴沉沉的 马上就要下雨了 宝彪 你去把大门关上 谁都不能放进来 好的张少 张少 你的意思是 这天 马上就要下雨了 只要下了雨 咱们把门关上 就这一个房间 他们只能求咱们 妙啊 到时候 还怕整机不了林不凡 小心一点 你们不能进去 张云 你又要干什么 你胳膊还没好呢 又要做腰 告诉你们 之前的事 在我这还没过去 这房子 现在是我们的 你们别想住 叶总 想进去 也可以 必须给张少 道歉 还有 把你们的吃的 都交出来 张云 你们就是在做梦 吃的 我们不会交的 还有道歉 我们没有做错事 凭什么要道歉 张云 这房子是林不凡找到的 凭什么不让我们住啊 你要实相的 赶紧让开 对啊 你们再不让开 等林不凡回来 要你们好看 还吓我呢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张云连香西遇 这美人 还是很愿意收留的 但至于那个香巴佬 听好了 他就算死外面 他也别想进来 叶总 我看 你们还是把吃的 交上来 进去吧 不然 一会儿林不凡来了 张少一生气 那就不妙了 在这荒岛上 眼看就会下雨 等待你们的 可是死路一条 表姐 我看他们是认真的 要不 我们先假装妥协 先进房间里 等林不凡回来 他们要是不开门 我们可以给他开啊 叶总 我觉得唐小姐 说的有道理 万一到时候 大家都进不去 那就不好了 哎 商量好了没有啊 我们商量好了 张云 吃的 我们不可能全给你们 就给你们一半 你让我们进去 行的话 就让开 就是张云 咱们可先说好了 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 我们大不了 另找避难所 但是这天要是下了雨 你就等着被饿死吧 好 一半就一半 行 站住 林不凡 你不能进 这不是乡门老吗 不好意思 这房子归我们了 你不能进 林不凡 这里不欢迎你 赶紧滚吧 啊 干什么你们进去 叶白鲁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出来 就别想进去了 张云 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这房子明明是我找的 怎么成你的了 我说他是我的 他就是我的 反正你给我听好了 这房子的主人 是我张云 你休想进去 林不凡 天 可是又快下雨了 你还是 另找个地方住吧 在这里和我们僵持下去 有什么用啊 反正 我们是不会要你们进去的 张云 这荒岛就这一个房子 你们赶走了林不凡 他很有可能活不下去的 你们何必赶进下去呢 是啊张云 你也太霸道了吧 林不凡 你身手那么好 他们不让你进 你就去翻墙 看他们到时候怎么拦你 别说是翻墙 就算他从天上掉下来 有我们在 他们也别想进去 既然你喜欢 那这房子 就送给你了 林不凡 你在胡说什么呢 这荒岛这么危险 你不住进这个房子 很容易救命的 你别闹了 是啊林不凡 你别怕呀 这房子本来就是你找的 凭什么让给他呀 再说了 你那么能打 直接把他们打趴下 林不凡 你可千万别算 他没得到啊 叶总 你不用担心 这个房子看起来挺牢固的 实际上等下了雨 房子就会倒塌 很不安全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避难所 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房子是用神奇笔 用沙子建的 修补了也顶不了多久 还是搬去新的避难所安全 哈哈哈哈 小毛老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这房子这么坚固 怎么可能被雨一淋就倒了呢 我看你是被气傻了吧 在这里胡言乱语啊 张少 我看他是想住进来呀 胡说八道的 咱可不上他的道 哈哈 没错 林不凡 你休想进来 就算这房子烂了 你也别想进来 现在就算你们求着我 我也不会住进来的 既然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就等着看好了 林不凡 你不该一起用事 这房子好好的 怎么会倒塌呢 是啊 林不凡 你说你找到了新的避难所 真的假的呀 这周围的海岛 我们都找遍了 只有这一个房子 你又在哪找了避难所呀 神奇笔的事 暂时还不能让张仪他们知道 我找的房子 就在森林的旁边 是一个小木屋 非常的安全 你们跟我一起走吧 住在这里 真的不安全呀 什么 森林旁边 不行 森林里有牢 不安全 对 我害怕 我不去 这个房子住得好好的 干嘛要搬走啊 我也不去 林不凡 还是留下吧 不会有危险的 我说过 有我在 不会出事的 叶总 这个小八老 邀请你们 怎么能不去呢 他这么能干 相信也能杀狼 你们跟着他 怕什么呀 林不凡 你真的能保护好我们吗 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表妹 不如我们就跟林不凡一起走吧 在这里 张云他们也不怀好意 我们留下也不安全 可是 森林里的狼 都是成群结队的 林不凡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呢 我不去 对呀 而且房间门上都有锁 我们把门锁上不就行了吗 我也不想去 你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要是跟他走了 就别想回来 我章云 说话算话 对呀 林不凡说 找到了避难所 谁知道 是不是真的 说不定 是为了面子才这么说的 你们要是过去 被骗了就不好了 林不凡 我们不走了 你也留下吧 张云他们打不过你 只要你坚持 他们拿你没办法的 是啊林不凡 你真的不留下来了吗 算了 你们自己决定吧 真的不跟我走吗 我们不能跟你走 只要我们留下来 只要你想回来 我们会跟你想办法的 你啰啰嗦嗦的 有完没完 我可没时间听你们嘀咕 叶白鹿 你要再不进去 我就关门了 我新的病毒所 离这里大约有一公里远 我会留下记号的 如果这个房子塌了 你们就过去找我 下巴了 你少诅咒我们 你最好祈祷自己 别死外面 否则 没人替你收拾 张少 咱别跟他啰嗦 赶紧进去 进去赶紧进去 叶总 你们小心啊 林不凡 你也要小心啊 我画的这个房子 真是比那个好太多了 不知道叶总 他们怎么样 姐 你快看 林不凡的房子在那里 快坐 哎 哎 哎 林不凡 你在里面吗 快点开门 谁 林不凡 吓死我们 赶紧进来吧 快 林不凡 还真的被你说中了 租练还很坚固的房子 今天一下子就倒塌了 最可怕的是 那个房子塌了之后 竟然全都变成了杀子 这个慌闹真是太可怕了 你说 这倒塌什么 有什么糟东西啊 林不凡 你昨天说房子会倒塌 今天果然倒塌了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哎呀 我能知道什么呀 我在找房子的时候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还真塌了 是吗 你也不知道 那好吧 林不凡 我发现你真的好厉害呀 你都不知道 今天我刚一出门 那房子就塌了 你都不知道有多危险 说起这个还真解气呀 你都不知道 章云他们有多狼狈 他们从沙子里钻出来 有多好笑 林不凡 我看你这房子也挺好的 不会也突然间会塌了吧 不会的 这个房子很牢固 下雨也不用怕 那就好 我们可以安心住在这了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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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不凡 你是不是聋了 赶紧给我们开门 哎呀 章云他们跟来了 咱们是开还是不开啊 昨天他们都不让林不凡进屋 今天林不凡找到了避难所 也不让他们进来 别开门 快开门 不让我们闯进你了 我去开门 不然门会被他们弄坏的 臭小门老 你他妈终于开门了 你再不开门 我就把你门踹来了 你真是狗啊 我放你进来 还那么嚣张 林不凡 你真是麻烦 赶紧收拾一下 叫招手收拾 这是我的房子 凭什么你来发好势力 小门老 我告诉你 你这房子不错 从今儿起 这房子是我的了 你爱归哪 归哪去啊 张云 你昨天不让林不凡进你的房子 今天又跟来霸点林不凡的新房子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我们在这 你们想抢房子 也得问问我们同不同意 你们赶紧滚出去 张云 你可别太过分了 林不凡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闭嘴 这又不是你们的房子 你们有什么资格 在这里发好司令 林不凡 你该不会 靠这三个女人 来保护你了 张云 我看林不凡 就是个闹种 反正这个房子 都是你的 林不凡 你赶紧走吧 保镖 我林不凡 赶紧赶 你们好大的胆子 我看你们怎么把我赶出去 张云 保镖 飞出来了 这个废物 我养他有什么用 好了 你们闹也闹够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 否则 你就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小白老 你好大的口气 你动我一下试试 我很快就能发出求救信号 到时候 张家人会派人来接我 你要是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保证你一辈子都囚禁在荒岛上 这是你的手机吗 他没坏吗 再说了 这荒岛上有信号吗 这就是我的手机 而且我刚开机 再说了 这么大一个岛 怎么可能没信号 张云 你确定你的手机是好的吗 能发出求救信号 你要是把手机借给我 我就说服林不凡 让他同意你住进来 对对对 前提是 你的手机必须能发信息和打电话 当然是好的了 不然 我这么宝贝他干什么呢 林不凡 只要张云肯借给我们手机 我们就让他住进来吧 只要他给你们手机 我没意见 等等 我有意见 想要手机也可以 必须拿这个房子来换 并且林不凡要给我下跪 还要当奴才 过我每天的吃喝 张云 你说什么 我说 想要借手机就得拿房子换 而且要给我跪下 还要给我当奴隶 林不凡 耳朵不好吗 还需要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吗 张云 你也太过分了吧 你怎么能提出这么无力的要求啊 真是大白天做梦 你异想天开 张云 你试口而止吧 这个要求我们不会答应的 不答应是吧 那行 这手机 也别想用了 叶总 你可要考虑好了 在这个房子啊 就这么一部手机 错过了 就没有机会了 表姐 现在可怎么办啊 这手机 说不定是咱们离开这荒岛 唯一的机会呢 要不咱们先妥协 反正以后也可以回约 可是 他们的要求实在太过分了 林伯凡应该不会答应的 林伯凡 你过来 要不你先委屈一下 答应他们 等咱们拿到了手机 立马毁约 让他们也不能拿你怎么办 不行 我的师门告诫过我 不能随意毁约 不然 我会被逐出师门的 你还有师门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 考虑好了没有啊 再不决定啊 这手机 我可就不借了 张云 我们不能答应你这无理的要求 再说了 就算你不借 你们自己也会和外界联系 只要有人来救你们 我们就不相信 离不开这荒岛 没错没错 反正你也在这荒岛 我们也不怕你偷溜 因为还真是天真呢 三二一走 到时候救援来了 我一发话 谁敢带你们走 我劝你们 抓紧那林不凡 任我当主人 只要他愿意当我的奴隶 其他条件可以算了 这买卖划算吗 不划算 张云 就你这种要求 傻子才会同意 你以为就你有手机吗 看清楚了 我也有手机 和你的一模一样 林不凡 你居然也有手机 你这手机是好的吗 哇 这下好了 张云 你傻眼了吧 林不凡 你怎么会有手机啊 你既然有手机 刚才为什么都不拿出来 要不是我忘记了 用神机笔可以画 怎么还用等到现在 林不凡 别搭理他 你赶快把手机 给叶总打电话 林不凡 你这手机是不是坏了 怎么摸起来 像木头的手感 林不凡 你这手机 是木头的模型 这怎么能拿得出来啊你 怎么会这样 难道神机比缺功德了 所以画不出真手机 哈哈哈哈 这像木老 居然拿个假手机 糊弄我们 我差点相信了 林不凡 看到没有 这才是真手机 只要你跪下 给我磕头道歉 当我的奴隶 这手机 我就可以借给你 哈哈哈哈 林不凡 我看你赶紧跪下 叫你的主人吧 要不然 这一辈子 也离不开这荒岛啊 了解 这可怎么办啊 难道我们这辈子 就得留在这荒岛了吗 我可不想留在荒岛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干呢 林不凡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你不是每次都能花钱为宜吗 林不凡 手机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你去做上样子 等我们拿到手机再说好吗 抱歉 真不行 林不凡 你的心怎么那么硬啊 难道你就眼看着我们 老死在这荒岛吗 林不凡 你的面子 比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吗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哎 我说 你们纪纪歪歪的说什么呢 吵死了 张云 我们答应你的要求 不过 你要先把手机给我们 白鲁 你当我是傻子吗 谁知道你们拿了手机啊 会不会认账 必须是林不凡 跪下 叫我主人 这样 我才能把手机给你们 对 要不然 你们说谎 毁约怎么办 必须跪下 那不行 万一我们按你们说的做了 你们出尔反尔怎么办 出尔反尔的事 你们又不是没做过 对 请不吝点赞 好啊张云 你们竟然想空手套白狼 太过分了 你们赶紧出去 张云 既然你们手机是坏的 那就赶紧走吧 我们也不想和你们起冲突 白洛 你可别被林不凡忽悠了 你们看 手机是好的吧 你们都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要林不凡 跪下 叫主人吧 让张绍登久了 这手机 就不借给你们了 林不凡 这手机是好的 要不你就先跪下 等手机到手了 你再起来 等等 林不凡既然不愿意 就算了 表姐 我们不要手机了吗 叶总 这可是拿到手机难得的机会啊 叶白洛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张云 你是什么性格 在场的我们都心自肚明 像你这种小心眼的人 怎么可能把手机借给我们 就算你真的借给我们 我相信 手机也是不能用的 没错 张云 因你的性子 如果能够联系到外界 你怎么会和我们在这里耗那么久 所以说 这个手机 根本就没有用 好啊张云 你的手机根本就没有信号 你竟然拿没有信号的手机来骗我们 好啊张云 竟然拿没有信号的手机骗我们 你太无耻了 叶总 幸好咱们没上当 哼 竟然没上当 算你们运气好 不过 你们听好 我已经联系了岛外的人 他们很快就会来救我 实际的 你们现在不要得罪我 否则 我不会带你们离开 叶总 我看 你们还是 找个好一点的房间 让张寿住去吧 要不然 没有你们的好馆子吃 我呸 发解你这个无赖 想的美 两妹 我妹能不能离开这荒岛 还真要靠她 别轻易得罪她 可是 这次咱们怎么知道 她是不是在说谎啊 前几次她用的信号弹 咱们可以不相信 可是这次她找到了手机 还把电给用完了 说明她联系外界的机会有很大 就为了这个 咱们不能得罪她 哎 还是白露实相 我就住这了 去 给我收拾收拾 哎 我看谁敢动 林伯凡 为了大家 你就委屈一下吧 把你的房间让给张云吧 你放心 等出了荒荡 我们大家都会感谢你的 是啊林伯凡 你就忍一下吧 跟他啰嗦什么 抓紧 把那东西收拾收拾 好 谁让你找我房间的 该死林伯凡 谁让你推我的 小八老 怎么着 还想动手 来来来 打 打 张云 欺人太甚 今天 我还就打你 哎呀 你干死了 小八老 你真那么动手 你信不信 我让你离不开荒岛 有本事的话 你就可以试试 告诉你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我想之前的教训 你已经都忘了吧 我今天不介意 帮你加深一下记忆 你要干什么 快快 快糊涂我 你动一下试试 叶总 赶紧要林伯凡 放了张少 张少有什么事 我们都不想好过 我们也想给你们帮忙 但是你们欺人太甚了 叶白露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他要是再动手 就把我脖子掐断了 断了不好吗 免了你时刻再想着害人 不不不不 不不 我错了不错了 我改了改了 叶总 你赶紧劝劝 张少要是废了 我们都出不了荒岛 林伯凡 要不就算了吧 衣服脏了洗洗就行了 放张云吧 是啊林伯凡 关于救援的人 都是张云的人怎么办 你可别彻底得罪了张云 林伯凡 要不然 算了吧 如果不教训他们 我怕他们会得寸进尺 继续作用 所以 一次性把他解决了 不不不 我不得寸进尺了 我不抢你房子了 你放了我吧 信不信 林伯凡 你还小不小出火走了 林伯凡 既然张云知道错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放了他吧 对啊林伯凡 你这么厉害 张云以后 肯定不敢再找你麻烦了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了 那这一次 我就给你算 不过 我的房间 去去去 快给林少收拾收拾 这一次 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悔改了 张云 如果下一次的话 我就真的动错了 没下一次了 知道错了 什么悔改 今日的吃辱 我来日必报 林伯凡 咱们的梁子结大了 张少 收拾好了 好 咱们走 走着瞧 这个张云 他真是脑子进水了 就这样了 还不肯低头认错 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林伯凡 张云吃了这么多亏 以他的性格 怎么可能知道悔改 以后你可要小心了 他这个人就喜欢背后捅刀子耍手段 放心吧 兵来将党 水来土野 有我在 不会有事 哎 张少 你个废物 我他妈养你有什么用啊 连个他妈乡巴佬你都打不过 我养你有什么用 你自己说 对不起张少 下次你要再这么怂 我就把你弄死 你放心张少 下次我一定要难免保护你 张少 你别生气 你还怕那个乡巴佬吗 等接你的人来了 我们人多 把他打财了 你要是还不解气 把他留在黄河岛上 让他自生自灭 那还用得到你说 他关键是现在我咽不下这口气 不行 现在就得想办法弄弄他 我们都打不过 反被林伯凡教训还差不多 走 看 你这样变 像麻花变一样 叶总你手真强 表姐表姐你快看 快看林伯凡在海边捡到了什么 不就是个行李箱吗 哎 等等 这行李箱打开了吗 里面装了啥 这个行李箱 是今天才被冲上案的 看样子是一个防水的行李箱 里面的东西应该没坏 还真是 这里面不仅有衣服 还有数据线 和充电宝呢 那我们可以用充电宝 给手机充电了 不过 张云不借给我们手机怎么办啊 手机 我去找张云要 哎 等等 还是我去吧 张云这个人小心眼 他记仇 你去了 他不会给你手机的 是呀是呀林伯凡 你别去捣乱了 我去吧 张云 我去捣乱了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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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 叫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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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們人呢 白駱 他們都不在 你把我喊到這 是不是有什麼想法 張遠你別胡說八道 張遠我有事要和你談一下 你的手機現在已經沒電關機了吧 你拿著沒電的手機也沒有用 不妨但是寄給我 白駱 手機已經沒電了你要他做什麼 白駱 你有充電器啊 你有充電器你不早說 怎麼著把我當外人 手機充電器還有充電網 我們也是今天剛找到 就說你的手機借不借我 借啊 白駱大美人家我當然得借給你了 只不過白駱 你要拿什麼 給我換呢 換 我拿吃的和你們交換 現在你們最缺的就是吃的 這樣吧 我給你們三個人一天的食料 你把手機借給我一天 有沒有 白駱 你這是在打發叫花子嗎 你給我一天的食物 我就要把手機借給你 還要感恩戴德是嗎 張宇 你這話什麼意思 白駱 你這分明就是誠意不足啊 我手機這麼金貴 你給我一天的食物 恐怕 不大 不大合適吧 那你說 你還想要什麼 其實呢 白駱很簡單 在離開荒島之前 我們仨的吃的喝的 全權交給你們負責 另外呢 白駱你也知道 我早就仰慕你很久了 只要你 陪我一晚 我就把 手機借給你 怎麼樣 不可能 你想都不要想 手機不接的話 你趕緊出去 葉總 做生意 當然要討價還價 在我心裡 葉總你不是 這麼容易放棄的女人 葉總 你這麼激動幹什麼 我又不會吃了你 咱們 就想慢慢聊啊 你們的要求都太過分了 我一個都不會答應 實際上的話 你們兩個趕緊出去 葉白駱 給你臉了是吧 你要是不答應的話 我今天就睡著 章魚 你想幹什麼 我告訴你 林不凡他們就在外面 只要我喊一聲 他們就會進來的 白駱 行行行 我走 我走啊 哈哈哈 我親愛的白駱 你以為 你還會有機會叫出來嗎 白駱 你這是在罵我吧 罵吧 罵吧 你越罵我越興奮 白駱 你知道嗎 我喜歡你很久了 可是你 你一直都不正眼看我 直到有一天 咱們一起溜落荒島 白駱 我已經等待很久了 沒想到今天 你親自送上門來了 你放心 我會好好待你的 你就好好地衝了我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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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上手不好了 怎么了大呼喬叫的 我刚才看见李不帆带着那俩娘们来了 你说什么 赶快把门堵上 好了上手 门怎么打不开了 我来 好像被锁住了 李不帆 夜锁 好像是夜锁的声音 有什么危险吧 不会是赵云他们在里边吧 啊 赵赵少我快顶不住了 你也去啊啊 夜锁你没事吧 我马上来救你 该死的赵云 不准欺负我表姐 你要敢欺负我表姐 我赵不也不会放过你 赵宾宾 后来有好几个人踩着这个门了 哎哎 赵少要顶不住了赵少 你给我顶住 不能让小宝宾进来 赵少 你放心 我们一个小铁你也顶住了 李不帆他们一见见不来 好 臭娘们要不是你叫 李不帆他们能听到 你无耻 无耻 不好 我好像听到我姐的声音呢 还有打巴掌的声音呢 赵人 你可真卑鄙 我告诉你 你再该打我 我发誓 夜市和张家 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好啊 我看你怎么不死不休 等于成了我的女人 我看你还使得对我下手呢 你别碰我 别碰我 叫啊 叫啊 你越大声我越兴奋 也正好 让他们外面的人听一听 咱们是怎么快活的 哈哈哈 放开我 放开我 做好了 林不发 我表情有危险 你快想想办法呀 有了 你们让开 林不发你真的干嘛呀 你们两个人左右用力 开 别动我 你个畜生住手 林不发你怎么进来了 放开叶总 林不发我以为你进不来了呢 叶总没事有我在 我会保护你的 没事的 表姐你别怕 林不发这么厉害 他会给你讨个公道的 林不发 快点叫醒张云 他走的人 吕叫不敢 快废了他 废了我 我张云发誓 你们敢废了我 我让你们冲了荒岛 既然这样 那还留着你什么用 就在救援人员来之前 把你废掉 你们两个 谁打死这个王八蛋 我们奖励你一百万 林不发 受死了 你不是要打死我吗 今天我就来了 我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放开我 张云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但是你都不珍惜 这一次 我就废掉你的一条腿 让你长长这些 啊 我的腿 李不发 你答应 白龙 白龙 你求求你 求求你 你求求李不发 我不敢那么对你 你让他饶过我 放了你 赶哥你欺负我的时候 我也让你放了我 可是你放了吗 李不发 千万别放了他 他这种人说话出尔反尔 对 李不发 赶紧废了他 舍得他在干坏事 别别别别 叶白龙 我真知道错了 你求求你 放过我吧 你们不是要手机吗 我给 我给 拿手机呢 在哪里 你们先放了我 我就给你们拿手机 张云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你们要是不放过我 我就算把手机毁了 也不给你们 又想威胁我 我看你的那条腿 也不想要了 别别别别别别 我给 给 手机 在他身上 表姐 手机 太好了 可以充电 手机都给你们了 这回可以放了我了吧 你给我安分点 我什么时候说过 拿了手机就放你走 下巴楼 你 李莫凡 我手机都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这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你最好给我站在这里 否则的话 我就废了你另外一条腿 不好 这个手机有密码 需要密码他能打开 张云 密码是多少呀 你们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们 很好 那我就真费了你的腿 哎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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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们 你五四188 太好了 手机打开了 林不凡 你已经帮我们讨回了公道 而且这手机的密码 他也已经给我们说了 我们算话算数 放了他吧 叶总说了 那我就最后再原谅你一次 你给我记住了 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 这是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 滚 不行 这电话打不通呀 什么 打不通 那张云怎么打动呢 我试试 我也打不通 这手机 没有信号 打不了电话 也发不了信息 就连紧急呼叫 也拨不出去 这该死的张云 打不通不告诉我们 他还说联系上了外面 算了 既然手机打不通 咱们先做饭吧 大家都饿了 好 那我们各自忙活吧 张掃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你不烦他们 得烧火做饭 烧火做饭 怕老子打成这样 还有心思吃饭 我不好过 你们也别想好过 你 去破坏他们做饭 我让他们今天什么也吃不了 好的 照顾 你放心 民不乏 我明面上不给你做对 我就不能 暗地的死笨子吗 叶同 你看 哇 这是什么呀 这是野黄瓜 野黄瓜 不好了不好了 我们的火被人给浇灭了 而且我们的打火机也不见了 什么 火被熄灭了 打火机还在吗 林不凡 你耳聋吗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打火机也不见了吗 我们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 林不凡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呀 要不然咱们怎么吃饭呀 我的事情 你们不用担心 林不凡 你准备怎么解决呀 没有了打火机 咱们怎么点火呀 你不会想学电视里钻木起火吧 哪有这么简单啊 就是啊 林不凡 就算你是乡下人 方法比他们多 但这里毕竟是荒岛 不可能变出一个打火机吧 巧了 我还真可以 我有神机笔在手 打火机 小意思一个 哈哈哈哈 哎呀 真是搞笑 一个乡班老 竟把自己当神了 还说能凭空变出打火机 你是要笑死我吗 章云 你来的正好 快说 我们的火是不是被你给浇灭了 云云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 我都这个样子了 我像是能浇灭火的人吗 那可不一定 要不然我们的火 为什么无怨无惑的熄灭了 你受伤了 他们两个可没受伤 对 还有打火机 是不是你们拿走的 我们是有一个打火机 但那个打火机啊 是我们捡到的 可不是你们的 你们别什么屎盆子 都往我们头上扣 说话要讲证据 还说我们误会你们 这里就我们几个人 怎么我们的火一灭 恰好打火机也丢了 而你们又正好捡到一个打火机 分别就是你们偷的 小偷 赶快把打火机还给我们 说我们偷的打火机 你们拿出证据来 拿不出证据来 别冤枉我们 林不凡 不是凭空能变出打火机吗 你们要他变呀 小马老 你要是能凭空变出打火机 那我们这个打火机 送给你便是了 关键是你变得出来吗 你别再装神弄鬼了 你几斤几粮 这里谁不清楚 看来 你们不相信我是吧 相信你 是你傻还是我傻 小马老 这样 你要是变不出来 跪下给我填脚 怎么样 那我要是变出来了呢 你要是能变出来 我们的打火机 白送你 而且我跟你姓 我喊你爸爸 要是你变不出来 你要跪下给我填脚 你不仅要跪下给我填脚 还要认我当主人 做我的奴隶 认我猜浅 林不凡 你敢给张少杜吗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答应了 林不凡 你疯了吧 这赌鱼明显就得你吃亏 而且咱们唯一的打火机 已经被他们偷走了 你上哪弄打火机去啊 就是啊 林不凡 你怎么这么义气用事啊 还凭空辩 你说像的吧你 林不凡 这不是儿戏 你不应该打鱼赌鱼的 你们放心好了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一定有把握 好狂妄的语气啊 行了行了 赶紧的赶紧的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 哈哈哈哈 林不凡 你搞什么鬼啊 你拿出这么一支笔 想干什么 哦 你把自己当成神笔马良是吧 想画什么就来什么 哎 你说对了 我还就是神笔马良 哈哈哈哈 哎呀 林不凡 我看 你还是赶紧跪下 任张少杜伟主人吧 就你这鬼样子 还神笔马良 哈哈 哈哈 林不凡 你脑袋进水了吧 你以为这样 就能唬住我呢 林不凡 要不行就认输吧 认输不丢人 就是我好饿呀 林不凡 你别玩了 赶紧再说做饭吧 林不凡 我本来以为你老是成课 没想到你也会说谎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但是 等一会你们就信 行 那你还等什么 那你跟你话 我可是等不及 看你跪下天王桥 叫我主人的样子了 那就让你失望 三 二 一 走 天哪 真的变成一个打火机 还让我猛猛 真是打火机啊 林不凡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做到的 林不凡 这打火机 真的是你画出来的吗 对呀 不是你们亲眼看到的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什么老 你怎么可能有 画什么就变什么的本领 我看这打火机啊 分明就是没丢 被你藏起来了 没错 林不凡 我们的打火机 是在海边捡来的 你那个打火机 肯定是你自己藏起来了 你们的打火机 根本就没丢 是不是你 自导自演的 没错 这世上根本没有神笔马良 就是啊林不凡 你老实交代 这一切 是不是你故意逗张云的 对啊林不凡 我不相信 你真的能画什么变什么 不过 刚才那道金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林不凡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相信这世界上 还有这么不科学的事情 这个就是神机笔 有他画的东西 都能变成真的 是吗 我们可不信 除非 你把笔给我 我们要是能画出来 我们就信 这神机笔 可是我师门的东西 不能够给外人 你们想要什么东西 我可以给你们画出来 不行 必须我们亲自来画 林不凡 为什么不给我们 这个什么神机笔 是不是你说谎的 林不凡 这一切到底是真的假的呀 林不凡 你可不能骗我们呀 你别问你这个香巴佬了 一个香巴佬 还说什么师门 神机笔 你们想想可能吗 我看 这个王八蛋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想用这种胡孙把戏 来骗取叶总和你们的封信 对呀 叶总 你们可不要被林不凡 给骗了 我没有说谎 不给你们 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品行 表示严重的怀疑 这神机笔 可是我师门的宝物 我怕被你们抢走了 林不凡说的没错 像你们这种人 如果知道神机笔 是宝物的话 肯定会抢走的 我们又不傻 凭什么让你们试 没错 林不凡 不管是不是真的 都不要给他们 既然这样 那就让白鹿 来试一试 这样总可以了吧 对呀 林不凡 你不会 连叶总都不相信吧 林不凡 这神机笔 这么神奇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 你如果想让我们 相信你的话 如果你也相信我的话 就给我试一下 我相信叶总 但是 这神机笔 不能画活物啊 林不凡 刚才画了打火机 我也画一个打火机吧 三二十一开 哎 林不凡 这打火机 怎么没有变成真的呀 我就说嘛 这所谓的神机笔 它就是个玩具 林不凡 它怎么没变成真的 你怎么解释 不可能啊 你再画个数字看看 三二一看 哎 林不凡 这还是不行呀 我是相信你的 但是 这是怎么回事 白鹿 我早就说了 这一切都是这个 乡妈佬 编造的谎言 他就是想吸引 你们的注意 哼 叶总 林不凡 想欺骗你们 就是不怀好意 他这个小把戏 被我们给拆穿了 叶总 我没有骗你啊 也许 这个神机笔 他是认人的 只有我才能使用 我呸 林不凡 你小说看多了吧 还认人 到这时候了 还在杀我 白鹿 这种人 你要相信他吗 林不凡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叶总 要什么解释 赶紧开除他们 免得以后 祸祸祸祸 你闭嘴 我们的事 哪需要一个外人来插话 林不凡 你快说话呀 林不凡 你快点解释呀 难道你真的对我们有别的心思 才故意把打火机藏起来骗我们的 叶总 我没有骗你们 我说话说话的 你把笔给我 我画给你们看 小鹿老 还想装神弄鬼呢 叶总都替你试过了 你这东西根本就是假的 接下来你说什么 做什么 说不准 都在你的计划之中 我们才不要相信呢 好 既然你们不信 那你们说什么 我画什么 但是前提 不能是活物 好 但是 你要是骗我们 怎么办 任凭处置 哈哈 好 大家都听到了哈 这香把老自己说的啊 正凭处置 那你 画一个飞机 正好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 画飞机太复杂了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飞行员 你画出来也没用啊 我管他能不能用 让你画你就画 好 那我就画个飞机模型 三 二 一 开 哈哈 开 开个屁 怎么会这样 难道功德不够了吗 功德是满的呀 香把老 你的飞机呢 林不凡 我看你啊 就是撤头撤尾的骗子 我不可能 我再试试别的 我画个船 啊 怎么回事 怎么船也画不出来了 我就说了 林不凡怎么可能有这么神奇的 好可惜 我还以为真的有神秘呢 林不凡 你可真是的 干嘛要骗我们呀 林不凡 你这样做实在太过费了 白鲁 跟这种蛮空谎话的人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劝你们啊 还是抓紧远离他 别到时候 被他欺辱 叶东 林不凡 林不凡这样的骗子 下大功夫了 三二一开 哎 这数字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原来 只能画这个导船有的东西 还不能画电子产品 这就是刚才失败的原因 叶总 导船上的东西 林不凡 那你再画个行李箱试试 好 那我就画行李箱 行不老 快画行李箱 三二一开 妈呀 这是怎么变出来的 太不可思议了吧 你们看 咱们捡到的行李箱也在这 这林不凡 真的能画出行李箱 真有神机笔这样的宝物 林不凡 你这神机笔 从哪里得来的 这神机笔 是我师妹给我的宝物 至于其他的事情 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看来你没说谎 现在我们相信你了 只是你什么时候败的诗啊 对呀 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过呀 好了 都别打听了 这是别人的机密 不方便告诉我们 按照组约 林不凡赢了 张云 现在该把打火机还给我们了吧 张云 按照我们的组约 你应该叫我爸爸 现在 该约了吧 我就是给你们一个打火机嘛 给你们就是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找吃的了 对对对 张主 张云 怨骨服输 你不会又想赖账吧 张云 如果你不想履约的话 我也不逼你 但是外面的篝火 也是我画出来的 你休想用 行吧 胡说八道 张手 刘的青山费 不怕没钱烧 没了篝火 我们会不会冻死的 别 老子还不明白吗 张云 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我还要去烧饭呢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我数三个数 三 二 爸爸 你说什么 我没听见 爸爸 哎 乖儿子 你这个儿子 我就认定了 但是你以后 可别计吃不计打 爸爸要去做饭了 儿子 你去玩去吧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没想到张少 也有今天呀 您不烦 差不多 可以了 好 我们走吧 别太得意 您不烦 刚刚也太帅了吧 哦对了 你的神机笔 可以给我们摸摸吗 我也想摸摸 看吧 随便看 哇 这就是神机笔呀 没想到 这房子都是他画出来的 上两个帐篷 也是这个笔画的 太神奇了 这神笔 只有你能用是吗 没错 这个笔在别人手里 连个烧火棍都不如 李不法 你也太厉害了 我看 我他妈竟然喊那个香的老叫爸爸 他妈气死我了 气死大狗 你们两个干什么 都给我鬼过了 张少 我们也没想到 那个林一不法 有那个神笔在手 才弄得我们这么狼狈 要是我们能把那个神机笔 偷过来 我们就能弄出那个林不凡了 对张少 林不凡 只是走了狗屎运 才得到了神机笔 只要咱们抢过来 他哪能这么嚣张 你们两个废物 他妈是傻逼吗 没听到吗 这神机笔只能他能用 你偷过来干什么 啊 你能用 是是是 少少就现在对 得不到 我们就回家他 这是个好主意啊 还愣着干嘛 快给我偷去 啊告诉你们偷不来啊 就给我滚蛋 好了 走走 我怎么去做饭 你们想吃什么 林不凡 我不挑食什么都行 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我也出去看看 来喽 饭快好了 林不凡不好了 神机笔刚才就放在这 现在不见了 是啊 我都找遍了 哪都没有啊 不着急 可能是掉在什么缝隙里 慢慢找 我刚才就放这了 一转眼他就不见了 我怀疑 被什么人给拿走了 好啊 肯定又是张云他们拿走的 我去找他们要回来 等等 我们没有证据 证明是他们拿的 现在你去也没有证据啊 哎呀叶总 还需要什么证据啊 这种事 他们干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没错 一定是他们 哎哎哎哎 怎么丢了什么东西都要怨我们呢 你说话得讲证据吧 张云 这种事除了你还有谁会干啊 我劝你赶紧把神机笔还给我们 就是啊 这神机笔你们偷走了也不能用 赶紧还给我们 张云 把神机笔还给我们 我们可以尽往不救 我们 可没见你们什么笔 你们 可不能这么冤枉我们 这样你们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找啊 要是你们能找到的话 我们立马给你们道歉 表姐 张云他们怎么这么主动啊 难道真的是我们冤枉他们呢 肯定是他们拿的 我们去找 要是你们找不到 该怎么办呢 找不到 我们跟你道歉就是 我不要你们的道歉 我张云怜香惜玉 不稀罕你们的 要是找不到 我要让这个乡目老 跪下给我磕头 张云 是我们丢了神机笔 我们又去找 这块黎不凡什么事 就是啊 张云 我们找不到 我们跟你道歉就是了 干嘛要牵扯黎不凡啊 因为我看不惯他 上次我们已经结了仇 况且神机笔是他的 你们说我拿走了 我就得让他给我道歉 你神机笔吧 好 神机笔如果不是你们拿的 我给你们道歉 如果这神机笔就是你们偷的 不光要给我道歉 还要给我一个说法 张手 那神机笔房间里不能藏 我放到咱们烧烤的火堆里了 现在估计都烧没了 干得漂亮 小木老 你不是要收啥吗 快去收吧 我到这儿看看 你能搜出什么东西来 不过 只能是他们三个去 你不能去 你回谁再放这乡下人的臭味 我怕把我的房间弄脏了 这说话说 儿不嫌妇臭 你这孩子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行 小木老 你嘴硬啊 你要是受不到 你得叫我爸爸 好 我看你也没这个机会了 那就让叶总去搜一搜 林木凡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找的 小木老 小木老 之前屡次让你逃脱 都是因为你有神机笔 这回你没了神机笔 我看你怎么跟我斗 就算是没有神机笔 当爸的教育儿子 也是绰绰有余 该死的行吧 老 你给我等着 林木凡 你嘴巴越来越厉害了 不过 我等着 看看你过一会儿 怎么跟张少叫爸的 林木凡 刚才我们找遍房间 都没有找到神机笔 怎么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不是我们拿的 现在真相大白了 跪下叫爸爸 林木凡 赶紧的吧 怎么了 还等着我们帮忙吗 等等张元 你们房间是没找到神机笔 但是你们身上 我们还没搜呢 对呀 这神机笔又不大 肯定被你们藏在身上了 对 你们住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搜过了 现在该搜你们身上了 什么 搜查我们的身上 我真不同意 叶总 你这儿实在是强人所难 你看看我们怀先生下 能藏什么东西 你们身上要是没藏 为什么不让我们搜山 就是 我看呀 就藏在你们身上 要不然 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 我可是堂堂张家大少爷 被你们搜房间也就算了 还想检查我的身体 我堂堂张家大少的面子 我哪个 叶总 你都我和保镖就罢了 张少就不必要了吧 我呸 说的倒是冠冕堂皇 有本事就让我们搜啊 张宇 让我们不搜身也行 你们赶快把神机笔交出来 好 你们想搜是吧 我就让你们搜 不过 我只让白鹿搜 我呸 想让我表姐搜你的身 你最好收起你的花花肠子 免得像上次一样断了你的手 你才长记性 张宇 你休想占叶总的便宜 这不能怪我 你们不搜的 你们 又不是好胆 做张少的身体 是你们的荣幸 张少说的对 神机笔又不是我们弄丢的 你们爱搜不搜 等等 不就是搜身吗 又不是干其他的事情 我来搜 表姐 张宇他这是分明占你便宜 叶总 神机笔 我会找回来的 行了 都不要再说了 神机笔是你师妹的宝物 而且是我弄丢的 我有责任把它找回来 哎 这就对了吗 来吧白鹿 快给我宽衣解带吧 我都等不及了 张宇 不要用这种恶心的口气来跟我说话 自己把外套脱了 好啊 白鹿 你还是第一次 离我这么近 来 来摸摸这里 闭嘴 张员 收起你那猥琐的嘴脸吧 再敢占我表姐便宜 打死你 张员 难道你还想试一试 断手的滋味吗 吓唬谁呢 白鹿 你搜完了吗 哼 没有 没有找到神机笔 没有找到神机笔 那他们会把神机笔藏到哪啊 我早说了 是这个项目老 污蔑我 现在好了 房间搜了 身上也搜了 神机笔还是没有找到 项目老 是时候兑现承诺 跪下叫爸爸了 林不凡 还愣着干什么 你还想出尔反尔吗 我林不凡 不会出尔反尔 但是张员 我告诉你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还给我的神机笔 不然 我饶不了你 项目老 神机笔我们没拿 再说你也没找到 再说了 我需要你给我机会吗 你现在立马兑现承诺 跪下叫我爸爸 否则 我们就要动出了 张员 我看你还是不知悔改 我最后的一次机会 看来也不用给你了 神机笔 来 不许废物 你不是说神机笔烧掉了吗 张手 我真的牵手把神机笔放到火堆里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员 终于承认了 看来不用我再证明 你们怎么偷的我的神机笔吧 张员 果然是你偷走的 卑鄙小人 张员 你可真恶心 张员 现在我们该来算算账了 我刚才给你机会 你没有珍惜 现在 我废了你的腿 张手 张手 我的腿 林伯凡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找你没麻烦了 我发誓 我再找你没麻烦 我就是狗 林伯凡 他现在已经这样了 而且还发了誓 不如就放了他吧 对啊林伯凡 得饿人处且饶人 好 我听你们的 还不快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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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你可真厉害 就是啊 真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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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